好 順著剛才主持人的話 我跟大家現在來介紹我們最新的這個技術 VR的技術 一字千金它有一個最好的單元叫做機制片 它透過來 我們的工作人員上來示範 它透過整個現場 一起來玩文字接輪的遊戲 舊版的一字千金 當我兩個選手站在台上的時候 後面的電視牆它是一個96公格的大牌 這兩位呢 他們開始寫在手機上頭寫答案 寫完答案會在後面呈現出來 這是我們前兩年的階段 可是當我們新的技術進來以後 我們加入了HTC的頭戴式裝置 你們就直接點選 就可以在虛擬的環境當中 整個進去裡面 好 前面的四個監視器 讓大家看到的 這個監視器 第一號的監視器 就是這位女生Mia 她所帶裝置感受到的畫面 而最旁邊的這個監視器 就是這位男生 她開始帶裝置感受到的畫面 我現場整個節目 公視一共提供我七部攝影機 由導播不停的切換來拍攝鏡頭 可是虛擬的環境當中 該怎麼辦呢 我們在虛擬的環境當中 設置了九部攝影機 由另外一個導播單獨切換 而讓她的畫面能夠組合出來 打個比方 譬如說這一部的 這一個監視器上頭看到的畫面 當她在旋轉的時候 就好像是武俠人物 有沒有 她兩個人 武俠人物正在對視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看到的畫面 就會是截然不同的畫面 而這個監視器裡面看到的畫面 它就是好像一個手臂一樣 從最頂端慢慢搖下來搖上去 可以讓大家看到另外一種 截然不同的畫面 所以九部攝影機在裡面 共同組合的畫面 未來拍攝出來以後 讓大家都能夠感受到 有人問我說這個技術 別的地方有嗎 別的地方通通沒有 目前全世界用VR技術結合節目 比較多的是一些電競類的遊戲節目 第二多的可能是一些旅遊的節目 但是把VR跟一些傳統節目 做相互的結合公式 中華民國 台灣公式一字千金 這是第一個這麼做的 麻煩大家在出稿的時候 一定要寫中華民國台灣公式一字千金 因為你們如果不把我們 這整個title包進去 我怕新聞一曝光 節目一播出 就會有一些財大事出的地區跟財團 跟電視台他們就抄了 未來酸民網友 阿末也好 或者是狂新聞也好 就會說我們去抄別人的 所以請大家多多幫忙 為了配合這樣子一個全新的技術 今天我們請了另外一個來賓 這個來賓他本身也是一個 老玩童心格 他的據說中文毛筆寫得比劉德華還好 我們歡迎柯宇航客大師 謝謝 謝謝 剛才看這過程臉上真的沒有恨你 但是充滿了怒氣 這個剛才聽到講的記憶了那麼多 當然這次我在雙面智慧這部戲裡面 也有接觸到威亞這個很科技的東西 真的以前我們小時候寫毛筆的 就是真的是因為兩種情況 學毛筆字 一個是被爸爸罰的時候寫的 一個是追馬子的時候寫的 因為你寫得很漂亮一首好字 真的馬子比較容易跟你達成協議 然後現在雖然說科技已經讓我 不用再拿到筆這個字 可是我到現在為止 我的電腦再怎麼先進 我還是用龍田筆來寫 因為我電腦不會用 所以說這個VR對我來講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邊呢 現在幹嘛 寫毛筆嗎 待會兒 待會兒要麻煩您來幫忙接龍一下 接龍 我不賭錢了 阿倫可以調出檔案資料 我看到撲到我的頭會暈 不要 好 那就是來接龍是不是 對對對 待會兒我們來接龍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盒大哥 我們來為了 葛大哥 我們不能找公司提供這張照片 其實他這樣問我說奇怪 他今天介紹的是一個 很有教育性的節目 我提供這張照片 他好像這樣 對不對 調校的那種成分比較多一點 他剛剛還說 字寫得好 還可以寫情書去交女朋友 葛大哥 你真的寫情書才交女朋友 對你來說太慢了對不對 好 你就直接約了對不對